欢迎回来中美的对抗里头 我们刚刚看到了德国 他把这重心放到了合作上 跟中国 但是中国跟美国 现在还是在进行 连太空大战 也还持续火热的进行当中 中国大陆发布了一个 北斗卫星的白皮书 他宣称整个系统的精确度 已经可以达到99.9% 官方强调 这个精确度99.9% 使得超标时间 从86.4小时 大幅的压缩到8.64小时 强调中国要去跟全世界 分享这样的成果 所以GPS市场 要抢骗全时空的时候 美国的马斯克麾下的 猎鹰重型运载火箭 今天也再度升空 媒体称当中有个秘密任务 大家很好奇是什么 我刚刚也是在查 相关资料有什么秘密任务 是要针对北斗 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真的要做什么 但是美国的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四度升空 实行这个机密任务 是他们官方公开宣布的 所以新生说 美国的太空军之前的声明暗示 这个任务可能跟追踪太空目标有关 什么是追踪太空目标呢 而根据BBC的报导 美国其中选举罕见的把台译跟韩译的角逐 有这样的角逐的成员名单 而中国因素却成为重要的一个议题手段 在美国选举也要打美中对抗中国议题吗 不管哪个政党越来越多的人 使用这两种策略叫做什么 攻击对手跟共产主义有关联 中共同路人 很像 再来指责对于中国固于软弱 居然这个也是在美国目前选情上的一个现象 从太空大战打到选情大战 但是对于拜登来说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其中选举下个礼拜 今天是最后一个周末了 上个礼拜就有结果要出炉 拜登却又在加州演讲的时候 又讲错话了 先听听看这段谈话 大家看到你哪里错 大家听到笑 首先这个人家董事长 叫做Amy Barrett Mary Barrett 他把他名字给念错了 新闻稿还白宫正式去更正他 然后人家这个目标策略 要实现的时间是2025年 马上就要到了 把人家讲成3035年 1000年后 这个企业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大家疯了 就觉得这怎么回事 拜登说他已经被告知说什么 他居然自己就在受访 讲出这句话 说我被告知 如果共和党赢回参众两院的话 他们会谈合我 他都讲大白话 都是没有在客气的 没有在掩饰的 因为库克政治报告里面显示 众议院有实习 恐怕会往共和党靠拢 民主党也可能会输掉 对参议院的控制 三众两院会不会通通都丢了 CNN最近宣布了一个 事实查核的报告 又是针对拜登而来 说拜登在其中选举所说的话 包括了有八大的虚假 误导性的声明 包括经济数字指标 甚至一些国际的议题 都是错的 媒体公开的指责总统 是误导性的声明 而乌克兰为什么被说会影响 美国其中选举的选情 因为很有意思的一个调查 这个叫Fight 38公众民调里面 共和党一旦一开始承诺了说 不会再跟乌克兰拨款捐款之后 美国人的意向开始变 开始支持像共和党 这个变化就是在 这个共和党做出承诺 不支援乌克兰之后 大幅的往共和党移动 所以这个美国很多网友 在讨论的时候就在说 拜登可能 是说拜登是欠 泽伦斯基有可能 但是美国人可不欠 所以这个风向 也在其中选举中产生了一个变化 从太空大战 中美的对抗的氛围 到现在的选情 赖教授看 现在拜登的选情如何 我觉得拜登的选情真的很糟 因为目前来讲 所有的科学的数据 就是您所看到的各种民调 显示出来的情况是越来越糟 目前在参议院 他是无事对无事 所以副总统就占有 重要的一个角色 由于副总统是参议院的议长 所以他可以决定 重要的法案 在众议院 原来的民主党是居少数的 脆弱的多数 就是脆弱的多数 可是它还是多数 所以在前半段的时候 拜登政府的法案 大部分在国会里面都可以通过 可是问题就在于 目前来看的话参议院也会掉 至少三席左右 可是这一次比较特殊的地方 是在于 这一次改选比较多的是 共和党的参议员 共和党的候选人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本来是对民主党来讲是有利的 你可以扳回来的 如果说这个情况 共和党还是不但赢了 而且还扩大的话 你想对于那下半年的情况 那就更严重了 因为接着那就是另外的 三分之一的改选 所以我觉得对于民主党来讲 情况真的是很不妙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巴马 卯足全力 要护得他的党 因为情况不理想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众议院 众议院按照目前的推断来看 是大败 如果是大败的话 你想共和党掌控的三中两院 其实不只是拜登会被弹劾的 牵制住 不见得能弹劾成功 但是会牵制住他很多的施政 第二个就是在野党的 变成在国会里面居大多数党的时候 他主动推法案 或是限制你对于很多经费的运用 那会牵制你在乌克兰用兵的时候 你的资源乌克兰的战事 这个力道都会产生牵制的 所以对于白宫来讲 他就变成真的是剖压了 剖脚了 所以拜登当然压力很大 而且这个更不利于 民主党在之后的先去 因为当初川普也是这样子败的 现在拜登在走同样的路 我觉得这个对拜登来讲 还有对民主党来讲 他们的压力当然很大 可是我更注意到的就是北斗 北斗的白皮书的发布 其实它是代表 就是北斗的一个政策的长期性 一贯性跟透明性已经公布了 当然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个人都会开始去研究 分析 掌握了解 这个北斗它的整个政策 因为当他发表白皮书的时候 他有特别谈到的几个特点 就是说它的精度比GPS还高 而且高很多 另外一个它的时间的准确度 也比GPS还高 还有它的功能比GPS还要强大 它目前来讲着重在东盟 非洲 拉美 还有整个海湾国家这个区域 各位想想看 当这些国家在铺跟 北斗接轨的时候 它使用的系统会更多的是 中国的同性系统跟华为 他们的合作 我觉得会更加的绵密 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下的时候 你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 个人或是政府的 跟这一些国家有长长互动来往的 你要不要也融入 或是把你的手机 也加入GPS的一个定位 也一定会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把重点是 放在发展中的国家 因为发展中的国家 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大陆可以透过北斗 提供给他们更好的服务的情境下 然后他们可以影响到 这个欧美的国家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以一个 你用农村包围城市来讲 或是用发展中的国家 来包围先进的国家 我觉得这又是一种 新的一个战略 这个战略写得这么的明白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 北斗是完全的相容性 它跟GPS可以相容 跟GORNAS 跟俄罗斯的也可以相容 更何况 它的精密度之高 很多国家也可以用到军事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对北斗来讲 它的未来的前景 绝对会比GPS还要有未来 GPS目前面对的 就是北斗最大的挑战 可能要观察 是不是真的要改写世界的规则 要说怎么看 在美国这次选举里头 我们看到整个 影响的是俄乌大战之后 乌克兰整个的后续 补助跟发展 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 就是发觉 大家原来一直强调 美国是精英治理 但是美国这些精英 其实配不上精英这个名字 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为止 拜登当总统 然后布林肯 书利文 分别担任国务卿 跟国家安全顾问 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就让人非常怀疑 我先强调一下 拜登基本上 他犯了三大错误 把人家名字念错 是非常不礼貌 把这个2025讲成3035 这个也是非常有问题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 他自己本身 对于说是自己对着 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他不了解就算了 他讲说如果这一次 其中选举他输了 他们要弹劾我 这跟蔡英文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如果我们输的话 人家会以为我们改了 谁跟你要改了 对不对 而且你要弹劾 这个对于美国的制度 是极大的侮辱 你知道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是个人制的社会 不是一个法制的社会 如果我赢了 我就不会被弹劾 如果我输了 因为被弹劾 这个已经说明了 美国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而且的话 让大家也就会发觉说 因为长期来讲 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问我美国同学 说美国最会讲话人是谁 他说一定是我们的总统 就是非常非常会讲话 你不管他讲的是实话 还是谎话 但是他非常会讲话 现在拜登的话 基本上讲实话的时候 都把说错 就是有错误的实话 你根本都不晓得该相信哪一个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下 然后另外的情况下 你要看北斗的卫星系统的话 它其实原来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不靠美国的GPS 这是海湾战争以后 他深刻体会到的一种认知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发觉 这个卫星太空时代 是一个将来未来要发展的方向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要证明中国的科技 能够跟别人并驾齐驱 世界上的卫星系统有四种 欧洲也有什么 俄国自己也有一套 美国也有一套 现在大陆自己也有一套 大陆目前为止说 产生的这一套 也足以证明 所以你现在这个图表 讲得非常清楚 中国这边的话 历经图治 慢慢来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 美国这边的话 是骄傲 蛮寒不堪 做事情的话 也是没有任何章法 没有任何理由 所以出现的结果非常矛盾 拜登的话 要搞中国 要支持乌克兰 要打击俄罗斯 然后老百姓不支持 你又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要是万一 经过十一月八号 下个礼拜二 美国人一投完票以后的 结果一出现以后 那这个 这个剖亚 不晓得要剖到什么时候了 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下一关 就是其中选举之后 就是2024了 川普这次打得很用力 准备要往2024迈进 对 川普希望来了 因为拜登大概 下个礼拜三 大概下午 我们台北时间 大概差不多四五点钟 就可以知道 他未来命运如何 不过现在所有的预估就是说 他可能要坐轮椅了 就是说两个脚都掰了 两个脚都掰了 所以他最近讲话语无伦次 因为事实上政治人物很难 他们至少第一个机会 就是不要把人家名字讲错 拜登这么老练的政治人物 把人家名字讲错 表示他真的不是他愿意出现这个事 而是他自己的心智 真正出现问题 而且2035讲03035 更是离谱 这个脑袋里面总有几根筋 有几个神经 已经不太对接了 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老百姓 他自己等于说 让老百姓对他的信任 又往下跌 你这个一个神志 有一点点混乱 判断语言都有混乱的人 怎么能够做美国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